银魚和外面的聯繫不算大 今天的走勢是企穩 出現十字星 跌了幾棍下來十字星 而十字星出現這個前浪底之上 這個前浪底之上 這個前浪底是多少呢? 前浪底就在$38左右 換言之,他的走勢有技術性 或者是投機性的潛力 駁他在重要支持位之前出現反彈 反彈上去 因為其實你看整個走勢 好像出現一個長方形走勢 這裡是長方形的頂部 這裡就是長方形的底部 好像出現的長方形走勢 長方形走勢 現在迫近底部 所以有一個投機性的潛力 可以投機性買入 穿的底部就要止洩 因為投機性 如果不穿 就有機會就上去 長方形的頂部的反覆 由這些位置上去也不錯 因為長方形的頂部 都要$48以上 所以有些水位 可以留意著 特別是明天說 再試 越近這個底部買 投機性的價值 或者直播率又越高 所以想一想 因為銀魚跟外面的關係 不是很大 今天 而且澳門股 走勢都算OK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跟市場 不斷錄下去 所以可以留意著 這就是銀魚的情況 RSI其實都可以 現在三十幾 不算太足夠 整個走勢 換言之 有一些投機性的價值 可以留意著